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HKG报视角时间 今集想和大家讨论的是 美国盟友争相访华 人不能把前途压在霸权手上 美苏冷战已经结束了近32年 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 早已远去 世界走向多极化 更能体现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 和合作共赢的追求 偏偏当今世上 唯一一个霸权国家的美国 仍然奉行过时的冷战思维 视中国为头号的敌人 并不断强迫盟友联手打压中国 最近这几个月情况似乎发生转变 越来越多美国的盟友认识到 搞好对华关系非常重要 盲从美国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当中国逆后 重返国际舞台 美国的盟国领导人 纷纷展开访华之旅 法国总统马克龙高调访华 就是一个好例子了 介印大家都明白 不能再把国家前途 压住在美国手上 希望透过和中国的交往 寻找新方向、新机遇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 将在7月应邀访问中国 引起世人触目 以色列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坚定盟友 负责捍卫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 但随着中国积极地扩大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在今年的3月 更成功挖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 以色列同样需要中国 这次内塔利亚胡访华 不排除会促成新一轮的尾巴和谈 在中美博弈兼拔老张之制 以色列的领导人 为什么不顾美国大哥的面子 而敲定中国之行呢 原因在于美国干预他国内政的老毛病 又发作了 以色列、特拉维夫自从今年初以来 不断上演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抗议总理内塔利亚胡推动司法改革 则移会削弱法院对政府的制衡 威胁民主制度 令到以色列政府陷入管治危机 对于这件事 作为盟友的美国竟然公然介入 总统拜登更明确表示 短期内不会邀请内塔利亚胡访问美国 并叫以色列不能够继续推动司法改革 美国不论亲疏 示意干预别国的内政的坏习惯 究竟是尊重民主还是破坏民主呢 以色列的媒体早前引述消息就指 内塔利亚胡访华是向美国释出信息 已表示他对美国逐渐不耐烦 并寻求打破框架 推进对华的关系 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影响力 改善以色列和轮廓的关系 虽然以色列仍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盟友 亦把访华一事先知会美国 但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 以及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以色列更加渴望打开多元的外交大门 日后不用为美国马首是瞻 可以在外交上更主动更力活 五眼联盟之一的新西兰 同样希望打破美国的外交掌控 今年一月上任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在6月25日至30日 率领贸易代表团访华 出发前 希普金斯强调 贸易是此行的重中之重 美国最近推动的对中国去风险化贸论 希普金斯的这番话 明显就是挂美国一巴 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 表明新西兰体重对中国的经济利益 仍然希望和中国加强贸易联系 更反映西方同盟 不是好像铁板一块那么稳阵 中国已经取代澳洲 成为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新西兰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 如果新西兰彻底倒向美国的冷战反华阵营 肯定会严重损害中纽关系 对新西兰构成无法承受的打击 美国向盟友兜售 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的精神鸦片 想不到各国虽然吃了 但没有上到瘾 美国以为靠打意识形态牌 就可以捆绑盟友 将窗口一致对准中国 结果换来的只是一时表面团结的假象 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 并不具备实际执行力量 最多只能够是空想 从欧洲、亚洲至太平洋 美国盟友没有分地域、种族 都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等同用行动告诉美国 我们不想再将国家的前途压在你的手上 美国鲸牌政客成功在美国国内营造对抗中国 就是政治正确的标志 但套用在盟友身上就遭遇到滑铁牢了 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从来都是理智当头 就算和盟友都是这样说的 极小国家愿意在中美之间真正选边站 更不愿意沦为美国打压中国的炮灰 美国当权者对中国采用的外交战略 最终只会成为历史的笑话 今集HKG报视角到此 下集再和大家见面 下集HKG